謝謝Freedom 謝謝Freedom 那聽說R1的講者是正妹 所以非常感謝大家留在這裡 那我今天要提的就是一個 比較大家在市面上比較少看到的一個 Hardware的硬體的架構 然後我在廣達看到這樣的東西 然後我再試著用這樣的Hardware 寫一些做了一些project在這個平台上面 然後那今天我為了這個talk 所以我又花了一點點時間做了一個practice 然後今天大概會focus在介紹這個平台 然後怎麼樣在上面開發software 那廣達今天的參加costcup的主題是 Out of the box 那可是我們是box的公司 所以我們還是要有一個box才能夠out of the box 所以我們就開始從介紹這個box開始 那這個box在廣達的名字叫做s2q server 然後那它是一個廣達的產品 然後它的original它是從MIT的一個research開始 那這個research的成果在2002年是一個16code的chip rollchip然後剛才Freedom也提到在 它是一個MIT的一個教授叫做阿南 那它的team做的 然後那做了一個chip以後 其實後續有衍生了非常非常多的research 包括Hardware chip裡面怎麼做 怎麼樣designcode跟code之間的網路 然後怎麼樣做上面的operating system 然後怎麼樣在上面做compiler 然後變成各種各樣不同的應用 然後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research的model 因為一個大教授然後帶來很多小教授 然後做了一個chip以後 產生了非常非常多的PhD 然後再找一個出得起錢的公司 然後創業變成是一家 變成是一個產品 然後那跟這個chip有關的PhD 很多都在Terra這家公司 也是阿南開的一個專門生產這個chip的公司 然後也有一些人 一部分的人在廣達Boston的Quanta Research Cambridge 然後這個chip做出來以後 廣達就用它生產出吧 八個chip塞進一個2U的server裡面 然後它就是S2Q 那這個chip最主要的厲害的地方 應該不是這個code本身 而是怎麼樣把這個code連接起來 所以它是一個 它每一個單位的一個我們叫tile 它是一個process加上它的cache 再加上一個switch 然後用這個switch把很多很多的code連在一起 那用這樣的技術其實很容易的可以把code長大 Intel的CPU AMD的CPU 大概六個code八個code 現在就已經是非常的厲害了 那用TILA的技術的話 他們號稱這個code就是21世紀的gate 也就是說根據摩爾定律 摩爾定律 這個code成長的數目每18個月會增加一倍 那以目前來講 網路的interface在裡面 然後這個code跟code之間呢 用一個1.3TB的match network把它連在一起 然後現在是64code的CPU 那目前正在開發 然後網達也在嘗試把它變成server的時候 它有GX 那它會成長到100個code 所以根據TELA的預估 他們現在plan中的產品裡面 最高的code的數目到200個 那這個就是S2Q的主機板 那它一片板子上面有兩個CPU 然後可以有一大堆的網路的interface 然後當然DRAM這些東西 然後SaaS SATA 那在這個 在這個主機板上看到它的特色 就是網路的code特別多 所以TELA的CPU在某些地方 把它也就當成是一種Network Processor 然後S2Q Server 那整台看起來的話 它的CPU有8個64code 所以外面我們可以看到一台 它一個2U Server裡面有512個code 然後Memory可以到64個Giga 然後可以插24顆的硬碟 然後有16個10G的網路 跟16個1G的網路 所以其實它是一個 可以有很大量的網路進來 很大量的網路出去 然後中間有一個還蠻強的CPU 像這種Hardware 所以第一個讓我想到就是 它可能就是一個High End的 比如說Content的 Layer 7的Firewall 或者是一個IPS IDS 做很多很強力的Pattern Match 當然它裡面 像這種網路設備 一些基本的功能 比如說Crypto的 Hardware的加速這些 都在S2Q裡面也都有 然後除了這個Box以外 這個Box其實把Tera的Chip 廣達投資 他們做出這個Chip以後 其實現在目前來講 所有幫他們生產 用這個Chip來變成Hardware 變成System的 目前只有廣達在 主要只有廣達在做 那可是它還是一個Box 那所以接下來我們嘗試著 在這樣的Box上面 我們希望能夠做出一些多的事情 所以是Out of the Box 所以從 我們先從System Software來看 在Hardware之上 其實Tera設計了一個Hypervisor 這個Hypervisor在每一個Code上面 執行一個Hypervisor 然後它去管理這個Code 把這個Code boot起來 然後把Initial這個Code 等等這些工作 然後在Hypervisor上面 有一個Supervisor 它把所有的Hypervisor 結合在一起 然後對上用單一的Interface 跟Linux做溝通 然後在Linux裡面 因為當初在Tera一個主要的用途 就是做網路相關的東西 所以它還有一個FairMetal的Library 就是說不經過OS 直接去Control底下的 主要是網路的這些Interface 所以降低 省掉了很多Overhead 然後它可以直接去控制很多 就是HighPerformance網路的Application 然後在Linux這邊 還有一個Library叫做TMC 那它主要是幫Programmer Application Programmer 怎麼樣去善用這些Code 比如說怎麼樣去Alloc 哪一個Process 哪一個Thread 在哪一個Code上面執行 然後Code跟Code之間 Process Process Thread之間的Communication 怎麼樣Share Memory等等 那這個是一般在傳統的PC 或者是Server上面很難看 比較少看到的東西 這兩個 那這些東西其實都check-in到Linux的Kernel裡面 所以其實在LinuxKernel 你把它打開看就會看到Tera的Source Code在裡面 那基本上它雖然它很像是一個Network Process 但是它也可以當作是一個 General Purpose的Server 那怎麼說它跑的是LinuxKernel的2.6 然後在上面其實各式各樣的開發工具都可以來用 比如說GCC,Python,Perl,Ruby,Java,PHP,Fortune 然後主要要get到它的Malicode的好處 我們會用Pthread 然後因為它有GCC 所以大部分的Open Source的Library 比如說你要做數學GMP GDB 做SQL Lite這些東西 你只要用GCC去compile就都可以用 所以基本上我們目前資金中的很多Project 都是用S2Q Server 然後加上這些Tool 來去做一個General Purpose的用途 那在這些Tool裡面其實 真正能夠讓Malicode的好處 Performance可以展現出來 其實還是靠C 比如說像Java,Python,Perl這些東西 它基本上是work 但是OS的限制 Interpreter的限制 讓它很多Malicode的好處 Performance沒有辦法拉上來 所以如果為了要擠Performance的話 我們大概還是會用C來做 那對於Pyccion Program來講 只用GCC,VI來寫程式 當然很多人是這樣做 然後包括GDB都可以來用 但是還是有很多人喜歡用IDE的環境 那所以在S2Q上面 我們也有這樣子的 從Xtips去改出來的一個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然後它有一個模擬器 所以你可以在PC上直接用這個模擬器 可以看到你的哪一個Process 或是放在哪一個Code上面 然後可以寫Code 可以Debug等等 所以還算是一個方便的環境 不過因為可能是我比較老派 看不慣泰化的東西 所以我大致上都是用VI加GCC 來寫程式這樣 那剛才講過除了 General Purpose的 大家Open Source可以Download 可以用的這些Library 這些Tools以外 Tera有些為了它的Hardware特別做的東西 那這些東西就 包括剛才提的 Bare Material的 就是不經過Bypass OS 然後直接去Control Hardware的User Space的Library 那也就是說你一般的Application 其實透過這個Library 就有機會可以直接 用比較沒有那麼Heavy的方式 直接去Control這些Hardware 那再來就是 那再來就是 未來用這些Maticode的Component 這些Maticode的硬體 所以怎麼樣把Jub分散到不同的Code去做 怎麼樣Share Code跟Code之間的Memory 怎麼樣做Code跟Code的Communication 這些東西在傳統的SMP裡面 可能不太夠用 所以Tera也發展了一個TMC的Library 那基本上它可以控制這個CPU裡面所有的Code 管理它的Process ShareMemory 然後ThreadSafe的Communication 跟怎麼樣去做ShareMemory 然後再來就是其實很多比較專業的東西 比如說Codec 比如說網路的東西 然後FFT、OFDM這些Library 你要把它平行化其實是要花一些Efford 然後為了要讓這個Server能夠更多人可以用它 用到它的Performance的好處 所以利用上面這些特別的Library 我們也做了一些比較Application Layer的Library 也就是說你要用Codec 要Encode、Decode264 那直接CodeMediaLib 然後等等你就可以去 把它當作一般的Library來用 你就可以拿到多核心的好處 所以完整來看它的Software的Stake 就是從Hardware之上 它就有一些Toolkit 那透過Linux 然後目前很容易你就可以把Snow SmackHT、HTTP這些東西 Potting上去 那你也可以用這些網路的東西 這些Media的東西開發自己的Application 所以原則上 大概是只要會寫C的人 然後知道一點怎麼去CodeThread 怎麼去開Thread 怎麼樣去Folk Process出來 那在S2Q上面就可以做到 多核心的程式的開發 那所以接下來 接下來我們就很快的講一下 Pareware Programming的一些練習跟經驗 那我本來雄心壯志 我想CodeScalf 要寫一個很了不起的東西 放在這裡 然後跟大家Share 然後 但是我的個性就是沒有到 就是沒有到最後一天大概不會開工 所以最後一天太誇張了 大概最後一個禮拜 結果很不幸的是 最後這個禮拜 上一場的講者一直找我開會 所以我的時間沒有太多 那我勉勉強強做了一些小東西 那希望這個大家覺得還OK Pareware Programming 很快的講一些concept的東西 為什麼要Pareware 因為很多人一起人多好辦事 所以大家可以一起做事 那感覺上會比較有效率 那這張圖大家都應該都有看過 就是Programmer心中永遠的痛 就是有一堆人參與這個project 但是到最後只有一個人做 那很明顯的這麼多的call 好像不太有效率這樣 那所以其實我第一次用 第一次在Terra上面開發程式 就很用力的把所有的東西 通通都變thread 所有的jub切切切切切切 然後發現那個performance實在是爛到可憐 就是一個很慘 可能就是這個狀況 那大家在裡面處理那些thread的事情 就把所有的performance吃掉 然後我一個call的版本跑得還比較快 所以是要有一些 Pareware Programming的方法在裡面 然後再來就是也不是所有的問題都可以 都可以變成平行化 大學的時候念parallel algorithm就知道這個事情 一個媽媽十個月就可以生一個小孩 那十個媽媽加上一個月 不管她是什麼那一定不是一個baby 那所以沒有辦法去parallel everything 所以你的問題如果可以被parallel解掉 那它在這樣子的一個多核心的CPU上面 它就是一個適合的問題 它就可以拿到比較好的performance 那在Terra上面其實它是一個很多call 所以我們想多了一個dimension 就是你除了一般我們在alchemize程式的時候的 常用的東西之外 你還可以想辦法在這個call裡面 我可以assign哪一個process 在哪些call上面執行 那因為它是一個相對大的量 所以這個call放在哪裡 可能就比較有一點點講究 你說講究的話 是需要有點講究 但是因為它的這個mash的網路的bandwidth很寬 所以不太講究也work這樣 這樣好怪喔 叫大家要考慮 然後又說不考慮的沒關係 那為什麼說要考慮喔 因為在這個call 大家看到比如說這裡 連這幾個call連到的是它的memory controller 這幾個call連到的是它的網路 所以你跟網路比較相關的process 如果放在比較邊邊這裡 那就可以省掉一點點在mash的網路上面 communication的時間 會稍微好一點 所以typical的話就是 我們把一個工作就會拆成 像上面這個圖 然後有一些部分我把它平行化 然後join以後再到下一關 這是第一個model 就是把工作切成可以同時做的 像openMP或者是 這種一般看到的平行處理的演算法 那另外一個是 就是我也可以在這個CPU裡面 assign 比如說這裡是五個call 然後我的data就從第一個call進去 然後一關一關處理 然後不斷的把data揮進去 就經過這五個process 然後他們共用一個share memory 最後會有output 這樣的寫法 也是常常在terra上面看到的 programming的方法 那基本上你說用了什麼東西 除了剛才講的tmc 還有一些terra 特製的一些library之外 大致上你還是用標準的linux的process的system code 比如說fork的esec 那一樣可以做IPC的事情 那或者是你用pthread 在terra上面都是work的 然後那怎麼樣去做平行處理的事情 因為其實現在的job很多 比如說像 取例來講比如說像 像web的service web service 它就是很多人連線進來 那每一個進來就是一個job 這種事情是很容易做的 所以大概整理了一個標準的step 你就可以先寫一個 先寫一個single thread的程式 然後呢 我不想去花那麼多腦筋 去想平行演算法 所以我就用一個load balancer 然後就開了很多個thread 或者是process 然後把比如說connection進來 就往後面丟 connection進來就往後面丟 然後按個tile 那這個tile數目很多 所以performance就有可能會拉起來 但是中間到底卡在哪裡 用terra這邊 也提供了一些profiling的tool 然後提供一些最佳化的東西 然後把一些library 可以換成效率比較好的 特製的一些library 那這樣performance可以再拉起來 然後 再來就是如果你單一的datastream 需要比較好的performance的話 可能這時候才考慮要不要想一些平行的演算法 然後讓它可以更好的去使用這些code 不過通常到這個地步就是要花很多時間 包括不管是不只是programming 還要花很多時間去想algorithm 那怎麼樣去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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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說我有七個process processor 所以我可以把時間從t1縮轉成t2 然後那怎麼樣去算出這個speedup 就是用這樣的公式 時間不太多 可能要跳一下 然後p跟s這兩個就是performance的參數 那p就是software issue 你怎麼想一個好的algorithm s就是你有幾個code 那通常s我們都沒有辦法去做太大的改變 所以只好在p上面去想辦法 那大家在平行處理的課本上面都會看到這個圖 一個事情分了很多個 所以就變快了 然後就合起來繼續往下做 然後就有一個speedup出來 但是實際上這個點在真正的practical的programming裡面 它不是一個點而已 它其實是一段時間喔 那尤其假如你只有四個code 六個code 八個code 那還好這個時間沒有太多 可是在t3r上面 你動輒就是create100個thread 或者是至少我有六十個 六十四個code 所以我可能會create五六十個thread 那這個時間就會越來越長喔 所以整個 整個這一段時間就可以把它細分成 你的mainthread在這邊用 用比如說我要create六個thread 我就要花六次的pthreadcreate的時間 然後每個thread跑的時間又不一樣 所以我最後又要等 然後所以整個 整個performance會 沒有你想像中的那麼好 這個是一個很明顯的一個原因 很主要的一個原因 那所以整個run的時間就會是 就是你前面花了多少時間 開thread 然後加上你後面的 等thread join的時間 然後最後 到最後發現 結果這整段時間加起來 比你的single thread的程式 還要來得慢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喔 那所以這裡的差別就是 如果你的thread code的數目很少的時候 然後你可能不太需要去考慮 就是反正 而且大部分的人寫mars thread 好像只是為了要並行 並不是為了要擠performance 那如果要擠performance的話 你要有很多個thread 但是你處理這個thread的時候 花的overhead可能又超過你賺到的時間喔 所以這個是多核心的時候要考慮的 很明顯的就是你會花更多的時間 你的前面的時間也會變長 後面的時間也會變長 然後中間的時間也會變長 所以能不能賺到還很難說喔 那所以怎麼樣去做optimize 第一個當然是挑最大的 effort的這一塊 想辦法把它平行化 然後再來就是挑出最長的thread 這個工作可能要最長 所以我要最先執行它 所以它不用等別的 別的thread正在create的時候 它就已經開始執行了 所以它join的時間就不要浪費太多 然後再來就是很多問題 其實你用大量的call去做的時候 它不見得會賺到 那所以用剛剛好就好 然後剩下的可以拿去做別的事情 然後再來就是在thread上面 因為它的周邊 它的IO都在call的邊邊 那所以這個process 需要用到哪些IO 你想辦法把它放在對的地方 然後把做同一件事情 需要share 比較communication比較多的call 的process 把它集中在一個同一個region 這樣子會比較容易去get到performance 那這個是MIT的很久以前MIT的一個project 那我這次想要重現這個project 但是有點來不及 那原則上它就是去 比如說奧運已經結束了 它在那個運動場上 它就租一塊藍色的看板 它就把它漆成藍色 然後在廣播出去 轉播這個的時候 它再用程式去把它想要的廣告貼上去 那這樣是一個好像也是從MIT initial的project 在我進廣達之前 在廣達跟MIT合作的project裡面有這個項目 然後現在似乎好像有在用 我不太確定 不過我覺得這個idea還蠻好的 所以那時候想到 我就把它拿來當作是今天的例子 那我們的演算法就很簡單 就盡量把它簡單 因為我沒有什麼時間 所以我簡單講就是 我就用一個 我的程式就去search 這個整個畫面裡面 要想要找到這一塊 這個已經沒時間 它還給我慢慢跑 那找到這一塊以後 再把廣告rescale到這個 這一塊的大小 然後把它貼上去 那其實這個整個 Friend漏進Memory以後 都是Memory的操作 Memory的比對 然後把這個小的 廣告的圖把它貼到 貼到藍色的地方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 很簡單的algorithm 那等它跑完 其實我們看到這整個algorithm 到現在 整個程式到現在為止 浪費最多的時間 就是去這個畫面裡面 找到藍色的這一塊 然後 但是它需要很好的performance 因為你每一個 每一個你在轉播的時候 每一個frame 可能只有20到30個mini second 可以讓你做這件事情 所以Terra很可能 假設它的performance 可以達得到的話 很可能是可以解決這個問題的 一個hardware 你再忍耐一下 讓它跑到藍色的地方 就可以往下一頁跑 所以把它找到以後貼上去 所以找到以後很快 所以根據剛才講的 第一個規則 我們就是要把 找到這個藍色這一塊 想辦法把它平行化 那平行化的方法 就是我把這個畫面切割成 比如說我用五個碎的來做的時候 就把它切割成一二三四五 然後它越上面的越少 那為什麼 因為其實Nemory的比對 然後這工作其實還蠻快的 所以我如果把它切等份的話 第一個block已經找完了 第二個最後一個threader才開起來 尤其我要開六十個threader的話 然後所以到最後大家的時間都在等join 等前面的 因為我要每一個block都找完 才知道有哪些地方要貼嘛 那所以說 大部分第一個threader已經結束了 結果第五個threader才開完 然後這時候你第一個threader 只好在那裡沒事幹 第一個call就只好在那裡沒事做 然後等到第五個call 說我也找完了以後 然後才做join 才做貼的動作 那朋友說會很差 這是我的第一個版本 那所以這個看起來 我們有紅塵黃綠藍這五個threader 然後每一個threader都開開 然後第一個threader因為面積最大 所以它跑最久 然後它比較短一點 所以跑第二久 然後到最後同一個時間結束 然後join 所以它的每一個 開threader的時間 trr long的時間跟前面 比如說第五個threader 它要等一二三四 才輪到它createthreader 通通加起來它的時間是一樣的 當然這是很理想的狀況 那這個情況就可以 就可以去把 把它拼到最高 那這裡其實 這裡其實 我們要用很多profile tool 看哪一個步驟 花了多少時間 然後去看要怎麼切 然後 所以經過很多optimization之後 我們看到它到這個點是最高 然後下來 Vinan已經想要趕我下來了 抱歉 你還有一分鐘 實際上 我們會比如說 Media Processing 然後管理IO 跟HT在不同的code上面來做 然後它的位置可能有一點講究 因為旁邊是不同的IO 然後我們可以把s2q 變成是一個cloud 那大量的機器部屬出去 我們就必須要考慮到power consumption 那根據Facebook 把Terra拿去做測試的結果 他們說同樣的瓦數 那這個s2q的機器 可以到4倍的performance per watt 然後這個是比較新一點的 GX36個code的CPU 它跟Zion做performance的比較 那在performance差不多的前提下 它的耗電大概是這樣的5到6分之1 然後外面有一個demo 大家可以去看 所以我就不講了 然後最後我們一個小遊戲 希望贏的人會拿到一台Kindle 我不曉得這個東西有沒有吸引力 不過希望祝大家好運可以拿得到 謝謝 時間的問題 所以有沒有一個很快的問題 如果有人要問問題的話 很快問一個 想請問一下floating point的roadmap floating point 現在的 就是目前你們看到的外面那一台 就是它有pro的CPU 它沒有floating point 所以一個floating要很多很多個cloud 然後下一代就是 剛才跟Zion比的GX 它有floating point的加速器 它不是floating point instruction 所以它一個floating point 大概在5個clock可以算完 所以下一代會有 Double還是Single Double還是Single 如何IEEE的floating point 我知道我在想 我在回憶中 我不太確定 對 floating point真的很難做的complete 完全compatible 因為我最近才拿到GX的機器 所以我還沒有做很深的study 對 因為這東西看起來 是可以跟Zion5 compete的 就是一種產品 所以 其實我們都在想說 Zion5它是為了要打誰 NVIDIA 然後 然後 不小心掌風就會把我們打死 謝謝 很謝謝鍾振華的talk OK